大家好,我是雷槍 日服最近開始了主線2.7章節的下篇活動 雖然這次的章節主線經過了複雜的延後與排程 但依然能夠在1月31號晚上10點 壓線開啟 伴隨著主線開放的同時 新的主線卡車也同時開抽了 雖然我對伊勢的從者興趣一般 但這並不代表伊勢的劇情從者毫無亮點 甚至可以說是意外的擁有優秀的性能 那沒錯,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畫風奇特的五星阿薩辛 特斯卡、特里伯卡 到此為止,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正式進入主題吧 五星阿薩辛、特斯卡、特里伯卡 劍一提升我方全體攻擊力20%以及更性從者攻擊力20%持續三回合 技能二自衝MP50%同時除自身以外我方全體充能30% 並且賦予我方全體無敵效果兩次三回合 附帶著無敵無效一次三回合的輔作用效果 減三自身更性3000一次三回合 同時提升藍卡性能30% 並且賦予神性特攻以及超巨大特攻50%三回合 同時抵消陽光場地特性三回合 由於技衣影響技能自衝與全體充能 技衫影響從者整體性能與傷害上限 所以個人建議優先點滿技術技術再點技術 寶具則是藍卡AOE寶具 在寶具傷害前會先賦予支撐無敵貫通一回合 以及提升寶具威力20%三回合 再對敵全體造成450%的強力攻擊 同時為我方全體MP充能10% 簡單來說 特斯卡算是一個直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最優秀的殺職打手之一 全衣衛有著豐富且全面的技能與寶具效果 G1配合技術三拿到40%的攻擊力提升 技術給予大量的自衝與全體充能 再加上技術三的神性巨大雙特攻 配合上寶具給予的一回合無敵貫通 讓他有著非常高的實戰價值 而寶具所給予的三回合保衛 也讓他的傷害能夠隨著回合數而穩健上升 再加上每回合全體回充 甚至能幫輔助斬夠寶具 添加各種防禦甚至是增傷增益效果 同時從者本身有著全體無敵效果 以及自身一次三回合的更新保命技能 讓他不會簡單暴斃至於 也能夠讓我們選擇更多特殊的輔助 來彌補他抗性的問題 算是一個攻守階居且簡單粗暴的殺之打手 而且從者被動還有特殊的直接效果 戰士之思 提升了部分MASTA禮裝的固有效果 例如說暴擊星從給20顆變成22顆 藍卡性能的50%提升變成了55%提升 雖然都是一些小小的buff 但作為從者的特殊性來說 真的非常有趣 也讓從者與MASTA禮裝 之間多了一個連動可能性 當然作為藍卡打手和衝浪手來說 輸傻算是萬年不變的組隊老套路 禮裝的話不是張杯就是各種藍放禮裝 而輸傻也能憑藉他忌惡的充能輕鬆開啟寶具 解除掉特斯卡的忌惡輔作用 也算是再次證明了 沒有輸傻 這個遊戲真的會變得非常難玩 總的來說 特斯卡特里波卡 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五星AOE殺之打手 泛用的神性特攻與針對性的超巨大特攻 還有全體的充能與無敵保命效果 憑藉著優秀的技能組和寶具貫通效果 讓他在往後許多關卡都有著一定的登場機會 雖然超巨大特攻撇除掉飛龍以外 平時我還真的很難想到更多的受害者 而偏高的技能CD和殺子的直接傷害下修正 也成為了他唯一的小小問題 當然這還不包括他要吃200多個黑刀型素材 但撇除掉這些雜碎小事 憑藉著自身的特殊被動效果 擁有高上限的輸出與攻防一體的技能組 再加上他那有別於一般從者的奇特畫風 無論是看起來還是實際上 都真的有夠帥氣有夠強 但說實話你的0四圖也真的太銷魂了吧 不說的話我還真的以為這是最遊記的新角色呢 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關於2.7下篇的劇情戰鬥 雷槍今天晚上也會在突擊那邊繼續直播 把那該死的BOSS戰全部打過吧 之後也會把直播記錄檔放在YT這裡 所以如果還有其他關於FGO的話題 或者疑問想聊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加入雷槍的DC群組 追隨我的臉書和Twits頻道 去我的直播間找我聊天吧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 有了 一個次的那段影片 我們有為了 我們打個分割